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杀出了一转绝势 地球魂计 重生动 我的魂力保留至现在 等的就是你这最强的 这光芒 犹如神明将士 神怒人气 乱极莫当 这是 海神之心 附带技能 乾坤破火 还没完 这是承受来自海神三叉戟的怒火 我的领域 怎么了 只有海神继承人才有资格拥有它 难道唐三 没错 三哥已经是海神的继承人了 老师这四年的进步 简直是天翻地覆 这就是神器的力量了 哼三 规定 采運 厄稍咱们 唐三 你和我的恩怨 该做个了断 大功夫 我辜负了您的嘱托 请您责罚 听说 您是被唐三击退 你聪明双方自如 少徒的实力竟也如此恐怖 我已传信给比比东 你重伤未愈 先回去休息 日后自有你将功过之时 您放心 这次的耻辱 我必轻手讨回 唐三不愧是我敬佩的对手 爷爷 我的第八考何时降临 不可及早 一切听从天使神的指引 我先过来 不许可以 我存在 我能够 我可以 我想到五魂帝国买通了西鲁城城主 是我御下无言 血邦陛下不必介怀 我相信天斗帝国合作的诚意 若不是蓝浩王及时赶到 力挽狂澜 逼退五魂帝国第七功夫 恐怕会有更多人遭遇不幸 老师的实力增长之快 的确令我被望尘妥忌 想当年我还出手试探唐三 如今史莱克七怪各个身怀绝技 实力不足 长江后浪 归前浪啊 后辈崛起不正是未来的希望 父王 雪邦陛下 一切就绪 这边请 走吧 今后我们如何联手抵御五魂帝国 正是这次会晤必须得出的答案 怎么自然 weather 杀早上 5魂帝国 是 そして 尊敬那两位陛下 老师 你是指 底蕴 战争比拼的不仅是作战能力 还有综合国力 五魂帝国 虽坐拥庞大的魂师力量 政治文化方面 确实劣势 论起经济储备 与科技发展 也远远不如天斗 星罗两国 难怪此前五魂帝国 频繁对我们持有的 矿产农业下手 凭他们现有的资源人力 根本无法维持 长线作战的销行 所以 击溃五魂帝国的关键在于 拉长战线 迫使他们应对部侠 淡尽粮绝 两位陛下 唐三提议 借昨日胜利之鱼运 以西鲁城为具体 将四周师弟展开反攻 等我方补给先建成 便可直到黄龙 供武魂帝国之要害 好 星罗国王陛下荣马一生 统军调度 自比我强上许多 这西鲁城内的兵力 就托付给您了 陛下三思后 西鲁城本是天斗帝国统侠 两国联手最急猜疑 如果一座城我都放心不下 那整个国家的后背又怎能够 今日这西鲁城内的士兵不分国别 一律编入联合军 全权由星罗国王陛下统帅 您看如何 好 既然雪崩陛下如此信任 我必不负重托 若联合军反攻顺利 武魂帝国必定有所震动 边境局势也会得到缓解 届时两国境内的部队互为友军 再行侧应迟援 老师 请唐门闽唐 提供及时通讯 互通各战区请报 明各部队 以隐蔽游击作战为主要防阵 拖延战线保存实力 唐门自当倾力相助 各位 武魂帝国罪恶滔天 现在我星罗天斗两国联合 不分你我共抗强利 不分你我共抗强利 父王 雪崩陛下 是来客七怪 愿为战地 但我作为七怪的老大 希望两位陛下 能答应我们一件事 木白 有话直说 昨日小三展现出的海神力量 震慑天地 我们希望他能继续修炼 完成余下的两场考核 成为真正的海神 完成考核固然重要 但我更不放心 伸出前线的大将 至少 要等到战局稳定之后 再做打算 三哥 这可不只是为了你 战局莫测 谁也不知道武魂帝国 还有什么杀手锏 你越造成神 对我们帮助越大 白琪我们相信 你一定能帮助小五复活 到那时候 我们七怪一体 才算真正完整 既然如此 我们便盼着蓝浩王 早日成神归来 突发 嗯 更好 还俩 无ite 可致 冬 我们 我们 先 保重 保重